嗨 我是Ophrah 怎麼樣? 以為今天又是我嬸嬸是不是 OK 我可能以後就是會慎重的考慮 要不要再讓阿晋出場 因為你們疑似有點過於喜歡阿晋 高過於我 今天不是阿晋 OK 阿晋去過清明節去掃墓了 今天就是我本人 我本人今天呢就是想說 之前其實還蠻多人問我說 希望我推薦我的刷具 然後我一直一直沒有做這個單元 是因為我覺得首先我的刷具 都沒有到很便宜 就是當然也不是像每個都是 Mac或Nars這麼貴 但是我的刷具基本上都是我之前 就是去美國的時候可能在Sephara買 或者是我在就是 Beautylish上買然後一整套的那種 所以它沒有到非常的平價 可是這幾個都是我用了 至少三四年以上的東西 然後我自己本身是那種 不會一直一直不斷去買刷具的人 就覺得可以用就可以 就是跟我省省說的因為我是Key人 哈哈哈哈 而且這個耳環你以為我真的會讓我 讓我省省帶走嗎 哈哈哈哈 好啦那我今天就是 不多說好不好 我今天就是趕快進入主題 首先呢就是對於我來說 粉底的部分我就沒有辦法介紹 因為我本身是幾乎不用任何的粉底刷 我幾乎只用Beauty Blender 就可以上完我所有的底妝 我今天的底妝是不是也蠻漂亮的 OK今天底妝再跟你們說一次 是Key人的新的粉底 我真的真的非常非常滿意她 所以現在就是我只要或錄影或什麼之類 我通常第一個抓的就是Key人 OK 只要你就是有這種感覺 就是你要做什麼事 你就會最想那個人 或是最想抓到她的話 OK You fell in love OK 好啦首先我就先跟大家介紹蜜粉 我也很喜歡Make Up For Ever的這個光圈蜜粉 那這個光圈蜜粉 因為我買的是旅行族 因為我覺得蜜粉就是一個永遠用不完的東西 所以呢我就是買了一個旅行族 那事實證明呢 旅行族也真的非常的夠用 因為我現在用了已經有半年以上了吧 這個四克還有超級超級超級多 然後我搭配的刷子呢就是這個 它之前跟Shallet Gansper就是聯名的刷子大理石刷具 然後我之前有寫過一篇文章介紹它 但是沒有人要看我的文章 所以我這次就特別再介紹一次 我自己對刷子在意的點就是第一個 絕對不能掉毛 第二個它擦在臉上不能有刺痛的感覺 那我非常非常喜歡它是因為我覺得 它的抓粉力還不錯以外呢 它上上去是可以就是 不會讓你就是哪邊多哪邊少 它就是一個欸不多不少剛剛好的一個蜜粉刷 那這一個小小它原本可能是腮紅刷之類的比較小 但是我覺得它用來用 這一個小口徑的光圈超級剛好 接下來呢就是我自己非常重視的腮紅刷 我最近比較喜歡斜角的腮紅刷 我覺得它上在眼下三角 或是蘋果肌上面比較方便 然後我最近很愛的是Etude House 就是它好像有一陣子有獨角獸那一系列的 就是聯名產品 然後我最近非常喜歡用這個搭配腮紅 因為我覺得斜角刷上在臉上的弧度呢 是最剛好 如果你本身就是手有點殘 你不知道腮紅到底要上哪裡 剛好這個斜角角度我覺得非常的適合 就是亞洲人的那個臉型 因為你知道外國人可能就是 它用任何一個刷子 因為它本身臉就是高到一個不行嘛 那它顴骨就是不用摸就知道在哪裡 但是因為亞洲人本身就五官就是比較平 你就被壓到了 所以你就需要用這種斜角刷 就是讓你的上妝會比較快速 比較方便一點 再來呢就是打亮的刷子 然後我不得不說 大家應該知道前陣子 我又愛上了我的BECCA的腮紅對不對 腮紅跟打亮 OK 有一天半夜 我們家突然轟然巨響 砰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了 然後一起床看 OK只是我的化妝包丟在地上 然後我就想說沒什麼嘛 就起來撿一撿 然後就發現我們家的狗 為什麼一直在那邊繞來繞去 然後我想說 是有蹊蹺 我就立刻去看 OK 所有東西都沒事 有些蓋子噴出去 那些我們撿回來就好了 結果我的BECCA 碎裂 我本來還很想救它 結果它的腮紅跟打亮整個 水狗狗 水在我們家木頭的那個地板 那個縫縫裡面 根本沒辦法救 然後我就把它拿起來 然後放在桌上 就是差不多挨到它的三天 我都不想去處理 然後後來想說算了還是丟掉好了 所以我現在就沒有那個打亮可以用 我配的刷子呢就是Wangos的扇型刷 打亮用扇型刷刷起來真的很漂亮 那當然我很常時都是會用那種高狀的打亮 我就是用手指上 但是如果你用粉狀上的話 我覺得這種扇型是上起來最均勻 最好看的 OK OK Next Next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東西呢 OK就是一個 這一個 之前我有錄過影片 就是Bronzer跟Countour的不一樣嘛 對不對 那我自己本身呢 比較不常做Bronzer 我比較不常畫Bronzer 但是我非常非常喜歡Countour我的臉 然後我自己最愛的就是 已經講了3655遍了 就是Kevin Alquand的Sculpting Powder 然後我的顏色是Medium 這個Medium已經被我用到這樣 但是大家真的是 不要緊 因為我已經買好Back Up 我最近也穿來畫討不討人眼 就是中英文夾著到底是想怎樣 大家真的不用擔心 備份我都已經買好了 我就是使用Sigma的Tapper Face F25 為什麼我覺得它適合拿來Countour呢 因為之前我就有說 就是Countour其實你是 就是打在顴骨跟下巴中間的這個凹痕 就是這樣 打在這中間嘛 所以它這樣打進去的時候 它的剛好的這個弧度 跟它的這個粗細度 是非常非常適合拿來打這個Countour 而且呢 我覺得它上上去是有一種 非常毫不費力 然後很簡單 就是很淡淡的就把你上上去 就是看起來不會有一塊一塊 就好像那邊黑這邊淡 不會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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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自然 這一支我買了應該有三年以上 我之前是在 就我還在百貨 喔 那大概有五年了 我是直接買Sigma的一整套 就好像有六支組 五還七支組 然後價格好像是五六十塊美金 就大概是一千多塊 然後我就覺得 超划算的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那種 沒有太大的預算 但是你又願意花個幾百塊在刷子上的話 我覺得Sigma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選擇 Next也是一個我非常非常喜歡的刷具牌子 幾乎啦 就是我大概有個五六十 七八十 OK 我不要低估自己 大概一百支刷子 一百支刷子裡面 我應該有八十支以上 都是Real Techniques 跟Sigma的 這兩個牌子 是我非常非常推薦 如果我今天 就是想要打Bronzer 想要讓臉 就是看起來比較你知道歐美風 像California回來的話呢 我就會用California這一盤的那個暖色調 然後我會搭配Real Techniques的這個刷子 這個平口刷 它是比較扎實的那種平口刷 就是不會刷起來是鬆鬆的 它是有厚實感 所以你可以這樣輕輕的點在你的臉上 點出一條線之後 再慢慢的刷開來 然後這個呢 就是要小心上手 因為這種厚實它抓粉力 會比鬆刷來得強 所以你上的時候呢 就是要少量多次有沒有 然後這個為什麼會這麼漂亮 因為它是Real Techniques跟OLTA合作的 玫瑰錦系列 這一系列我也全部都買了 然後它一支大概就是20塊 或者是15塊 或者是35塊美金之類的 所以也不便宜 可是它平常如果沒有玫瑰錦的話 一支大概就十幾塊就可以買到 就大概三四百塊 或者是四五百塊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投資的話 Real Techniques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再來呢就是你們應該已經百看不厭的 就是我 我很喜歡打鼻樑的修容 跟我這個眉骨這三角處的陰影 因為我覺得如果少這個步驟 你的眉毛看起來就會 有點矮油 就是有點尷尬 就是不太對勁 那我自己打鼻影的話 一樣是用Kevin Alcon的這個medium 搭配這個Sephora的 All Overshadow 它應該就是一個眼影刷 我那時候也是 就是請朋友去國外的時候 幫我買一整組Sephora的刷子回來 然後好像是五十幾塊台幣 就大概一千多塊美金 然後它裡面大概有十支眼影刷吧 我覺得Sephora的品質也算是非常的好 所以它的刷子有便宜有貴 然後我買的Sephora這一套 純粹當初是因為覺得這個 就是這個桿子 是裸色的很好看 再來就是夠便宜 然後我就想要多添購一些眼影刷 所以我就買了那一組 然後那一組現在用下來 最喜歡的就是這一支 我覺得這一支拿來打那個 眉骨跟鼻樑中間的陰影 超級無敵好用的 它的抓粉力也不錯 但是我目前還沒有把它拿來用過眼影 因為就眼影刷還有一些類似 然後這個我就是固定拿來大B 這個呢它就是圓頭圓弧狀 然後它這個弧度是比較粗的 所以我覺得拿來打這個弧度超級剛好 配我們的眉毛跟眉骨這邊的這個角度 我跟妳說perfect 就是一個牛郎之女的概念 好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我之前有說過 就是我眉毛呢一定都會用 就是打亮或是亮粉 就是沒有珠光的白色或者是米白色 去修飾我的眉毛的角度 那我自己現在修飾最喜歡的就是這個 Etude House的雙頭刷 我沒有用過Etude House的任何刷子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雙頭刷 很喜歡用它的這一頭呢 然後沾這個就是有白色那種 但是沒有亮粉的顏色去修飾我的眉毛 畫好一個雛形之後 你再用就是修容去修 然後再用這個打亮去打 整個眉毛會看起來更立體更自然 再來呢就是一個我沒有每天都會用 但是如果就是有一些比較重要的細節 或是幫別人化妝的話 我會比較想要使用的就是這個 這個是割據魅影的小刷子 我會搭配這種液狀的遮瑕膏 我會遮哪裡呢 我眼下是幾乎沒有什麼黑眼圈 我就只有淚溝打亮 所以我可以用手指直接塗勻 但是呢我的這個呢 法令紋就是猖狂 OK我就是有一個猖狂的法令紋 因為我就是很愛猖狂的笑 所以我塗上去之後呢 如果我那天的妝容是想要非常非常細緻 就是很漂亮的那種的話 我會搭配這個刷子去輕刷我的法令紋旁邊 然後再推開來 好眼影刷的部分呢 其實我本身呢 沒有對眼影刷沒有太大的琢磨 因為我通常就是譬如說我買眼影盤 我就會用它裡面附的眼影刷 那我今天呢就是精選了五支 我覺得如果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你需要有什麼刷子 然後大部分的眼妝你都可以完成 首先第一個呢就是鬆刷 這個是Sephora的Rounded Crease 我覺得這個鬆刷主要概念就是幫你暈染掉一些 就是顏色跟顏色中間堆疊的那些 比較粗的線條 或者是就譬如說你直接上去 你覺得你的眼妝是有色塊的 你壓在上面眼妝是有色塊的時候 你又可以把這個 用這個把它暈染開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刷子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本身是想要讓你的眼妝更精進的話呢 這個鬆刷絕對是必須的 再來呢就是這種扁平的刷子 這個扁平刷子為什麼重要 是因為我都會一直強調眼影絕對是先壓再暈 先壓再暈才會夠自然 然後夠抓粉 然後夠顯色 所以如果你要壓粉的話 我會限意大家買這種扁平的刷子 再來呢這個刷子呢就是sephora的angle shadow 這個呢它一樣跟鬆刷有相同的概念 但是呢它的抓粉力又再更好一點 然後它是有斜角刷的 所以如果你是像我一樣 就是譬如說你有時候是想把眼睛拉長 或是你很喜歡畫在眼下這個區域的話 這種angle brush都會很好上手 它可以讓你就是譬如說加強眼尾的線條 或眼尾的深邃度 或是眼下你如果要暈染的話 這個也非常非常的方便 再來呢這個是real technique的圓頭刷 這個圓頭刷呢為什麼重要 是因為現在其實還蠻多女生很喜歡看就是歐美的妝容 比較誇張的那種妝容 但是他們畫的話最重要就是第一個 他們沒有用鬆刷暈開邊界 再來就是他們呢就是眼尾的那個色塊也太重了 就是當你眼尾色塊跟眼中或眼頭顏色沒有融合在一起的時候 看起來就會有一點怪 所以這種圓頭刷呢它就是可以讓你抓粉很強以外 直接點在你想要的部位 然後用畫圓的方式讓你的眼影就是呆在該呆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覺得 噢剛剛那些刷子已經滿足不了我的話 你可以再買一個這個刷子 我覺得這個刷子 第一個它抓粉力非常強 第二個它是一個很精確 很精確的一個刷子 它可以讓你點到你想要的去的地方 然後可以讓你小範圍的暈染你想要暈的地方 再來一個呢 這個就是一個真的是比較進階的 這個是Kevin Alcon的矽膠刷 我之前就跟大家分享過這個 就是我愛用那個鬆粉的亮粉的時候 就我想要把它正確的壓在眼皮上 但是不會掉粉的話我就會用這個 它是矽膠頭的然後它真的不便宜 它一個大概要一千多塊 快兩千塊台幣 可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用 就是你用它以後幾乎不會有任何亮粉 掉在你的眼下 因為你如果用那種亮粉鬆鬆粉 就是硬壓在眼皮上的時候 非常非常容易出錯 就很長就是一壓OK 整個臉全部都變紅色 所以就是投資一個這個 我也覺得非常的不錯 好啦今天就是跟大家推薦 就是目前我最喜歡的刷子 然後我覺得大家不一定要跟我一樣 買一樣的牌子 因為其實就是像中彩妝Cara 或是Cindy啊或是Catie什麼的 他們都有推薦非常非常多 是你在淘寶可以買到便宜的刷子 那你就可以去看他們的影片去淘寶買好不好 好啦謝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我今天的收 就是點擊率不會低省聲太多 不然我也是會有一點涼功 好啦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祝大家親民節快樂喔 掰